大家好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 阅读毛选是一个重要的经历 当然我具体是指阅读毛选四卷 为什么这样讲呢 还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有那么两年八个月时间 我当时十七岁 作为一个中学没有毕业的中学生 跟着大部队 也就是当年还存在的一种兵种 就是铁道兵 到了陕西南部的秦巴山脉去修体路 是个老话的 我今天不是讲三线劳动多么艰苦 不是讲这件事 我是讲还是刚才那话 就是读毛选的事 读毛选也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 文化革命中高举红宝书 所谓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等等 长篇累读的去 这个就不多说了 也不是指的这个 那么指的是什么呢 要知道我是70年8月份去的三线 正是文化大革命进入深入阶段 那个时刻社会上 所有的这个文艺书籍都已经没了 理工啊什么也没有了 我就单指文艺书籍啊 说白了就是小说呀 可供娱乐消遣的这种文艺作品啊 没有了 都被打为独嘲 风自修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个反动作品 都以这个名义啊 被红卫兵一律清剿 那时候可以说是 任何只要你是书 那就总能从里边找出那个 翻出那个 就是刚才所说这个 风自修呀等等 没有一个能逃得过的 所谓当年的 焚书坑儒的镜像 一次再现 当然不是自上而下的 而是自老百姓啊 全民开始那个焚书 经过了那么不到一年时间 可以说是落得个 白茫茫大地一片干净 我们没书可读 就是这时候我去的三线 在三线期间呢 抑制不住那个 我们那个年轻的好奇心啊 一方面作为消遣 另外一个呢 求知 十七岁 正是渴望这种知识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有一次我一个密友 从西安探亲返回三线的时候 他带回去了一本 没头没尾的啊 那首书基本上都是没头没尾 要放现在 那就扔了呗 不 那首没头没尾 这意味着是 被很多求知欲望很强 但是有无数可读的人啊 把那书翻烂了 封皮封底 来回的翻 两面是容易损坏嘛 逐渐最后翻翻翻翻 就剩下中间那一部分 就是没头没尾的 这本书叫唐宋传奇选 就是古代传奇小说 本来这本书啊 他带到这个三线去 是偷着看的 你想想那是大革命时期嘛 可是呢 意外发生了 我们连有一个学生啊 丢了一件东西 我忘了什么东西 还是比较珍贵的 建于此 连长指导员啊 就商定啊 进行大搜捕 下面的事情 就可以想见 当年何处有法治呢 全连一百多号 这个学生 每个人把自己的行李箱全打开 乖乖的站在行李箱旁边啊 有连理组织的这个 侦缉队啊 一个一个挨着个的翻查 那个丢失的所谓贵重物品啊 没找着 倒是把我这个密友的这个唐宋传奇选 给翻出来了 这可不得了 这可是独草呀 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呢 那得看看再说 是吧 所以把这本书收了 这个结果咱们就不说了 无非就是那样那样那样啊 我是想讲啊 独说在当时是何其之难呀 我呢就曾经在山里边啊 那山民啊 山民家里边不是有火堂吗 火堂旁边有一圈小凳子啊 从屋底上掉下一个熏的 幽黑幽黑的那个锅啊 吊在火堂上烧水烧茶 就围着这个堂 一圈小板凳 有一次我们上山砍柴啊 在这个山民家里休息 意外发现我坐那个板凳啊 底下带个抽屉 但是那个抽屉被一个钉子钉着 从那缝里啊 我看见这里边好像还有东西啊 他说没什么东西 破纸 引火用的 我就把那个钉子撬了下来 从里边抽开啊 一看里边一本书 他倒不是为了藏匿啊 不是那意思 山里革命还没到那么彻底 有了这个山民的小板凳里啊 就藏着这种 我一看啊 小说 就是文革前的那个 我也想不起来了啊 就举个例子 比如铁道游戏队 红西谱 哎 这类的啊 就是小说 小说也不能看啊 我把那本书啊 讨了回来啊 躲在被窝里看 这就是那首读书之难啊 但是呢 读书之难啊 我们也有我们的办法 为什么呢 寂寞难耐啊 除了每天四班三岛 打那个隧道啊 别的时间我们用于干什么呢 那就是读书呗 我们发现了个窍门 读毛犬 因为我们每天有早请示晚汇报啊 晚上还有这个集体学习 每天都有学习毛犬的时候 大家围坐一圈啊 在自己的床头 读毛犬 说句老儿话啊 是个枯燥的事情 原本我们以为是这样啊 但是每天这样读着读着读着 哎 我们就发现了这里边的窍门 什么窍门呢 毛犬里边有故事 可以说那就不亚于一个 一部小说啊 我们举个例子啊 你就比如说 在毛犬四卷 第一卷里边有一篇文章 叫做新兴之火可以聊员 大家肯定很熟悉啊 但是您不知道这个 新兴之火可以聊员 这篇文章的背后的故事 这是我从那个注视里啊 发现了这个相关的解释 但是呢 当时也没有说那么透 这是我后来 在诗录阅读以后 发现了这里边的故事 还挺有意思的 我就简单说一下 这个新兴之火可以聊员 这是毛泽东给这个林彪 写的一封信 原本就叫做 给林彪的一封信 是写于1930年的一月份 这个日子大家想想 正是大革命失败的日子 蒋介石开始大肆 这个绞叉共党嘛 绞叉革命者 国民党啊 也逐渐完成了 这个全国的统一 形势呢 对共党来说啊 是非常危险的 当时呢 在这个队伍里啊 弥漫着一种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 这样一个说法 很多人呢 就开始有了退却的这个念头 共产党革命进入了低潮阶段 士兵咱们就不说了啊 林彪呢 当时作为一个司令员 他当时任 红四军第一纵队的司令员 林彪也和士兵一样 同样有了这种 畏惧和怀疑 有了一种悲观的情绪 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啊 实际上这一句话啊 也是一篇文章 是林彪写的一封信 向毛泽东提问 他寄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过以后呢 用了七千多字 写了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就是 后来的这个 信心之果可以了原 这个信寄给林彪的时候呢 林彪呢 立刻呢 平添一股干劲 消除了自己那种悲观情绪 当毛泽东说 要把这封信 公开发表的时候呢 林彪呢 有些犹豫啊 说那就把 给林彪的一封信啊 这个名字啊 去掉 如此这般 后来这个文章 发表的时候就叫做 心心之果可以了原 而在信中啊 隐去了所有出现 林彪这个名字的这个文字 怎么样 挺有意思的吧 您想想 在那种万马其音啊 那种情况下呢 无书可读 我们能在那枯燥的 集体学习中啊 能看到这样的事情 那的确还是挺有趣的 涉及到人物啊 那就更多了 什么张国焘呀 李立山呀 王明呀 凡是涉及到人物啊 总是有那么一段故事 所以这个成了 我们的一大乐趣 那时候我们就把这个 读毛选啊 这个学习会啊 当做了读小说的一个 一个时段 今天啊 我们就讲讲 毛泽东选集里边 您可能想不到的一些事情 也就是说 在毛泽东去世以后呢 在赛版的时候呢 这个毛选啊 有选择性的啊 删除了一些内容 这我也是在这个阅读中啊 偶尔发现啊 最终呢 发现了一种必然性 这些被删除的文字啊 往往是和现实政治啊 发生了冲突 而这些事情呢 集中表现在毛泽东去世以后 国家不是有一个 马列主义编译局吗 是他们负责做这件事 这话题多了啊 我们今天就专简 这个关于中苏关系的 这个话题啊 这也由于前两天 我在讲这个林彪事件啊 所以涉及到这个中苏关系 我对这个产生了兴趣 后来呢 我就专简 也就是毛选里边的 中苏关系的这个论述啊 我发现了那么几条啊 比较突出 我今天放到这里 咱们议论一论啊 主要的一个就是 关于斯大林和毛泽东 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斯大林是什么样的人 咱们就不用在这儿赘述了啊 但是斯大林跟中国革命的关系 咱们就拿毛泽东 对斯大林的三次举措 三次言论吧 毛选里的言论 咱不是在谈毛选言论吗 毛选里边三次提到了这个斯大林 一次呢 是在39年在延安的时候 斯大林过哨的时候 毛泽东在延安啊 举行了大型的这个会议 来纪念斯大林的这个生日 你想那时候的中国革命 和苏联的这个共产国界 这个关系啊 是多么紧密的是吧 这是第一次 而在这次会议上的 毛泽东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也就是十年以后啊 第二次纪念斯大林生日啊 那就应该是49年吧 正好是1949年 中共建政 这一年呢 又举行了一次 斯大林的这个 诸首大会 咱们就说第三次毛泽东 谈到这个斯大林 是在不过几年 49年 50年 51 52 53 53 5年 斯大林去世了 53年3月5号嘛 我是那年的年底出生的 也就是说在60过寿 70过寿 之后5年呢 斯大林就去世了 因为跟我的出生是同一年 所以我对这一年的事啊 比较感兴趣 抗美演唱结束 斯大林去世 等等啊 在我的记忆里啊 都有了那么一点印记 尤其是这个 我虽然年底出生的啊 但是呢 在不几年之后 我开始有记事的时候 因为我们家有 那么一口牛皮箱子 箱子里边装着 两把枪 一个短枪 一个长枪 当时干部还可以配枪了 同时呢 这个箱子里啊 我发现还有两张选名证 我父亲和我母亲的这个选名证 选名证 大家应该知道 选票嘛 那时候 这个票还是有的 至于他用的何用啊 道理复杂了 我们今天不论 另外呢 就是两个啊 黑色的绣章 黑色绣章是什么呢 笑嘛 是中国人都知道 戴笑 人死了 亲人啊 父母 那就要戴一个黑骨子啊 就要戴一个黑骨子啊 就是戴笑 你是纪念嘛 等我长大以后 我就好奇 为什么我们这里边有两个笑呢 因为小孩的心目中啊 那个笑和死亡是联系在一起的 看到笑就有一种恐惧感 小的时候 我是看见了也不敢问 再大点的时候 我问的时候呢 母亲告诉我了 是斯大林死的时候 我们戴笑 我说他是一个外国人啊 他跟咱们家有什么关系啊 他说关系 咱不说啊 全国人民都戴笑啊 我想那时候好像是五亿多人嘛 五点八亿人啊 就是五三年 五亿中国人啊 为一个外国人啊 戴笑 这也是壮举啊 关于这方面啊 就给斯大林五三年戴笑的事啊 文献记载 几乎没有 大家也许忽略了啊 这是一件小事 但是在我印象里特别深 毛泽东在毛选里谈到的三件事情啊 就给我留下了这样一个大致的一个框架 一个线索 一个印象 我刚才不是说到这个 就毛泽东去世以后呢 这个毛选编译 重新再版的时候呢 删掉了一部分 关于跟斯大林关系的毛主席的相关论述啊 我觉得这段论述啊 还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 我又不能在这长编论述啊 我要压缩时间嘛 我就剪着剪着跳着给大家念一下啊 标题是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39年12月20日 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神大会上的讲话 原文刊载在1964年版的毛泽东选记第二卷 你看第二卷啊 后来再版的时候现在删掉了 原文第一句话就是 庆祝斯大林同志的60岁生日 这不是一件英警的事情 注意啊 这提到一个英警 就应付的事情 我待会要说啊 大家记着这个英警 庆祝斯大林 这就是说拥护他 拥护他的事业 拥护社会主义的胜利 拥护他给人类指示的方向 因为 现在全世界大多数的人类都是受难者 只有斯大林指示的方向 只有斯大林的援助 才能解脱人类的灾难 这是毛泽东亦有所指啊 对美国啊 进行了一次无情的抨击 这样是这样讲的啊 有一类所谓朋友 他们自称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中国人中间有些人也不假思索的 称他们为朋友 但是这种朋友只能属于唐朝的李林甫 一类 李林甫啊 唐朝的宰相 有一句称语叫做口密复建 就是指的是李林甫所为啊 李林甫 他对底下的建官 不是古代有建官吗 专养一些建官 给朝廷提一些意见 建设性的意见 就改革方案 这些建官呢 在李林甫眼里啊 就是多余 他们往往的这个建言啊 影响了自己的势头发展 李林甫好像给唐新宗服 做过那么十几年呢 他之所以能这么长久的 在宫廷里 在官府里啊 就是因为啊 他不断的打压那些 建言中对自己不利的那种建言 毛泽东这一边啊 就是把美帝国主义啊 比作了李林甫 李林甫不是真正的 真心实意的帮助中国人民的革命啊 而苏联呢 那就抑制斯大林嘛 斯大林给我们枪 给我们炮 支援我们 他们是真正的朋友 你看他这点 说他们是 就是斯大林 苏联啊 他们是真正的同情 给我们的 他们是把我们当作弟兄看待的 这些人是谁呢 就是苏联的人民 就是斯大林 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 一切帝国主义都反对我们 只有苏联援助了我们 抗日战争以来 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政府 真正的援助我们 只有苏联是用了空军和物资 援助了我们 这话 显然有待商榷啊 美帝国主义的飞虎团 不是援助我们的抗日战争吗 但是这个抗日战争是援助了国民党 是吧 所以毛主义大概是一有所指吧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的朋友 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的敬爱 对于苏联的友谊 是完全处于诚意的 任何人的挑拨离间 造谣污蔑 到底都没有用处 这个在2003年的 也就是SARS 就是SARS那一年 我在北京 在西城区西安路召开的一次 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一个家宴上 我参加了这次家宴 毛泽东他们的后人一大桌 然后呢 相关人士又请了那么六桌八桌 我呢和这个赫鲁小湖 在陕西最大的代理人 就是陕西省委书记赵首义的儿子 赵元 还有韦国亲的孩子 把我们几个做一桌 台上呢 有那个李双江 一直在从都到尾在半畅 大海航行靠舵首啊 等等 我就特别好奇啊 因为我发现这个 家宴啊 是东北的一个 大米厂的赞助 而主办者呢 是马列主义编译局 主持呢 是吴少祖 我当时就出于好奇 我就想起这件事 我就问过他 我说 听说这个 毛泽东去世以后的 这个马列主义编译局 这个对毛泽东著作啊 有一些修订 我当时说的是比较客气呢 我是指删除了一些文字 就是言论嘛 只遗憾的是啊 当时同桌做的一个 马列主义编译局的一个女士啊 她笑一笑 没有回答我 我觉得是不是我问的有点过于激烈吧 酒宴进行到快结束的时候 我再次提起这个话题啊 换了个口气啊 就说我自个儿发现这个毛泽里边 跟以前的版本不一样 她说这是当然的 我们再经过这个考据啊 等等等等啊 只能说做的更好 更为准确 我说这话等于没回答我是不是 到底是删了 没删 还是补充了 她都没有提 只是说 确实做了这种修订 修改 那修改是什么意思呢 不是敬意于删除吗 她再次不做回答 我知道也得不到什么回答啊 但是我可以在这儿啊 把我找到的几个 就是关于中国和苏联 或者说和斯大林关系的这个几段言论啊 一个对比 什么对比呢 就是在毛泽东去世以后呢 再版的毛选里啊 删除了这么几段 至少有三段 一个就是刚才的这个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啊 这这篇文章 里边的一些言论 另外呢 有三段 我专门把这个记了下来 现在记性也不好 原话啊 第二段是 与苏联专家的关系 只能搞好 不能搞坏 如果出现问题 中国同志要负责任的 有理 三三 五里三扁淡 哎 这个左右啊 都是要搞好 哎呦 另外一段呢 第三段呢 就是斯大林是我们最伟大的词妇与导师 我仅以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 庆祝斯大林同志七十授身之子 1949年嘛 祝福他的健康与长寿 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 伟大的斯大林万岁 五年以后 斯大林去世了 没有长寿 这是一段删除的啊 在这个毛泽东去世以后 这个毛血力删除了 最后一段 这是我看到的有限的这一段啊 第四段 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一致 就这么一句 和人类利益一致 这话显然是欠斟酌啊 在现阶段的国际政治社会中啊 这话应该是不太严谨了吧 至少不是与时俱进嘛 所以被删除了 这是我偶尔发现的这几句啊 翻看毛拳啊 有大量的关于 教育的 关于阶级斗争的言论 很多很多都被 就是刚才马泽主义编译区的那个女同志 所说的补充和修改 也许这样说更妥吧 我刚才不是着重提到了应景俩次啊 但是呢 毛泽东在斯大林去世以后呢 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三次关于对斯大林的论述 后两篇啊 不过就是复言应景之作 复言了事吗 复言应景之作 瞧 毛在39年的的确是 中国革命和苏联捆绑一气啊 兄弟家友谊 后来还成为老大哥嘛 给了很多的支援 这都是毛亲骨说的啊 所以呢 那次不是应景文章 前面刚说了 而后边两次呢 不过是敷言应景之作 为什么毛泽东跟斯大林的关系 发展到这种程度呢 我只是剪着 跳着给大家介绍一个大概吧 在二次世界大战 就是苏德战争发生的时候呢 斯大林曾经呢 和中共商量 就是中共在东亚牵制日本 以解苏联后顾之忧 但是呢 在这件事啊 毛泽东没有肯定的答应下来 至少这是一件令斯大林不高兴的事情啊 也是毛泽东和这个斯大林 产生的一点小小的这个隔膜 另外呢 就是在1943年 斯大林突然解散共产国际 这件事啊 让毛泽东很不快 一改同志家兄弟啊 成为一种霸权 都要听苏联的这个指挥 这个当然就使共产国就要产生了纷争 导致斯大林和毛泽东 发生过节的这个关键之一 而最让毛泽东不快的啊 就是俄部中共委员会 令毛泽东在中国不许革命 这话怎么讲呢 这里边有一段长长的故事啊 因为这场革命啊 没有发生 所以史书上呢 就一别带过了 而前后的事情啊 我们讲一讲 当时呢 毛泽东在新四军为主力 在上海啊 准备发起上海起义 您听这个词啊 都很新鲜啊 什么叫上海起义 历史上好像没有这事 就是因为没发生嘛 而这个起义是 中共在延安已经发起策划 领导进行到最后阶段 就是四五年的八月 十号到月底 很短的一段时间啊 准备在这段时间呢 发动上海起义 一切准备就绪 只差党中央一声好力 但是在这时候 接到了俄共部 中央委员会的一个 一个电报 紧急电报 这显然来自于苏联的这个 上层的这个 那就是斯大林嘛 电报里要求 毛泽东 不要这个起义 而要求他到重庆 和这个蒋介石谈判 因为苏联共产党认为 上海起义 将会对民族 制造更大的分裂 这是苏联 我觉得这话 好像还有点道理啊 从我们后人来说 当然站着说话 不嫌腰疼 毛泽人很不高兴啊 这是他亲手策划 发起的 而且是箭在悬上啊 即将就要炸裂的 一场革命啊 你想毛泽东 这种革命家 他能接受得了吗 后来毛泽东 就讽刺这个 就是说 自大林 责令中共啊 不许革命 这四个字啊 就显然带着怨气嘛 怨气归怨气啊 毛泽东还是到重庆 和蒋介石 进行了重庆谈判 不过应该肯定啊 毛泽东的胸怀 他还是在这种 跟斯大林产生了 这种矛盾几次嘛 我至少说到三次 三个过节啊 但是呢 毛泽东还是 有博大的胸怀 主张中国共产党 仍然热爱 和深深的尊敬 斯大林同志和苏联 慈父嘛 我记得有那个文人啊 就是郭沫若 经常使用这个 斯大林是我们词服啊 这一类的词汇啊 我记得第一版的 中国少年先锋队 对歌 我们心中过的少年 我们心中过的儿童 但是后来改成 我们是共产主义 最早是马斯松作曲 郭沫若作词 那歌里啊 歌词里就充满着 郭沫若的那种 对苏联的那种 慈父啊 毛泽东是我们的父亲啊 等等这类啊 就是效仿苏联的那种 语境 那种风格 你看我这个年龄的人 五十年代出生的 多多少少 带着当时的印记啊 我当时今天是回忆啊 请允许我 津津乐道于当年的这些记忆啊 毛泽东就有一次 在这个内部讲话中啊 我抄下了这么一段 念一下啊 苏联毫无问题 是朋友 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 他说 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明白 共产国际对中国 总之是功大过小 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 中国无产阶级的党 是不能有今日的 这个一代伟人啊 过去了 毛走了 斯大林走了 在二十世纪中叶 指导了这么波澜壮阔的一场 共产国际和帝国主义之间的一场斗争啊 也似乎过去了 而由那场革命衍生出来的 二十一世纪现代的这个中美关系啊 中苏 不是中俄关系 发生了剧烈的复杂的这个变化 也凸显了现代这个国际政治的这个复杂性 是我们这些上世纪中叶出生的人 是很难看懂的 即使说起这些事也是伏笔潦草 说不透 所以呢 我还是拿出这些老实子 把毛泽东当年他的言论和这个编译局 注意编译局就是我们现代政治的这些政治家们 毛泽东呢 是中叶之前的那一代人 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 向上世纪中叶之前的实证 以及说法 甚至一些事实 进行与时俱进的这个修改 是刚才马列主义编译局那个女同志说的啊 这样的修改 似乎也有他们的道理 再深的我就说不了了 我就是考虚历史 拿出一网 胡砍胡砍嘛 咱们就砍一砍而已 对吧 也许对您有所启发 欢迎留言 今天就说到这儿 再见